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如此 这里甚至连店都没有 更不要说网络了 但就是这么一个水电全无的生态酒店 却有着别家酒店无可比拟的超高人气 价格也随着人气高涨抬到了1300多人民币一晚 可旅客仍然是络绎不绝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奥秘呢 让我们一起探究一下吧 走进这家酒店 你就会看到12座坟墓 坟头上还长着不少青苔和怪木 不免让人觉得背后凉嗖嗖的 这便是这家世界上最任性的酒店的客房 是不是有点吓人呢 实际上它是12个碳烧小屋 每个不到5平米 从外面看起来像很久没人住 但走进里面却又让人感到温馨 当然作为一个原生态酒店 屋内自然也没有奢华的装饰 只不过两张羊皮 它们盖在木板床上 然后一个壁炉 可以让你在冬日里感到温暖 不过这用来烧的木柴还得你自己去寻找 这也是很考验我们的自主生存能力 到了夜晚 酒店会给你提供蜡烛用以照明 你可以在蜡烛暖黄色的光下 安然如睡 这样一个自力更生非常简陋的酒店 确实能让人有反普归真的感觉 并且可以在这里静静地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但是它还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没有厕所 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